一个人的命能有多硬 出车祸摔下山坡 被火烧被枪打 甚至头顶插上钉子都没死成 所以他绝对是2022年命最硬的男人阿强 在介绍阿强之前 咱们先回到故事的开端 电影要从一场钻石侦破案说起 男主风哥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警察 手下自然也是一朵朵奇葩 好在风哥办案能力强 失窃的钻石很快就被找到 可在审讯时意外却发生了 七个人的团伙居然凭空多了一人 还出乎意料的抢走了风哥手中的钻石 风哥赶紧追了出去 上演了一场毫无破绽的你追我逃 在穿过一间理发店之后 顺理成章的成功跟丢神秘人 这么做只是为了避开满大街的摄像头 帮神秘人金蝉脱鞘 帮自己洗脱嫌疑 然后黑吃黑独吞钻石 当然这个神秘人也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倒霉的男人阿强 虽然两个人一黑一白 但也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不久之前 因为某种原因 两人得罪了黑帮老大屠夫 作为惩罚 需要留下一个人的手指 阿强当机立断 为了好兄弟 把自己的手指给切了下来 这样的关系 风哥打死也不可能相信阿强会出卖自己 结果补个掉的功夫 风哥和两个手下 已经被屠夫的人给绑了起来 原来就在昨天 屠夫的儿子因为捅人被抓 现在需要帮派出一个替死鬼 进去端二十年 而这个人 则是通过公平的抽签决定 可怜的阿强 从这一刻 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倒霉生涯 最后一个抽都能抽到下下前 所以他没办法 只能拿着钻石跑路 他这一跑不要紧 风哥几人 就被他给坑惨了 屠夫还是那个爱切人手指的屠夫 这个被切下手指的小弟 成了屠夫的人质 只给风哥四十八小时 把跑路的阿强抓回来 时间一到 就不是一根手指这么简单了 风哥以人手不够为由 想延长时间 屠夫直接将帮里的高质量小弟 骏驰派给了他 而开车跑路的阿强 已经在码头约好了船 可面前突然出现一段施工山路 阿强惊慌之下 猛打方向盘 刚绕过去 结果一个女人 突然出现在面前 这下算是躲不过去了 一头冲下山路 晕了过去 当阿强醒来 魂差点都吓没了 只见从车窗外 伸进来一根钢管 离他只有一公分 正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他拎起背包 想在附近打个车 赶去码头 可是穷乡屁壤的 天爷马上要黑了 于是阿强掏出几张钞票 递给当地居民大壮 请求去他们家 借宿一晚明天再走 与此同时 风哥他们也已经出发了 他早就在阿强手机上 安装了定位软件 车开到一半时 风哥的手下和尚 注意到俊池的手指 不停地敲着车窗 他怀疑是跟屠夫 用摩斯密码 汇报他们的情况 结果却是风哥误会了俊池 那根本不是什么摩斯密码 其实是屠夫 发现黑帮内部有卧底 但是又查不出来 所以只能采用投票的方式 结果俊池全票通过 然后他的手指就被切了 一直抖动 是因为手指接回去 神经已经出了问题 而俊池本身 也很想做警察 为了能体验一把做警察的感觉 投票时 居然也投给了自己 以手指为代价 换了张卧底体验卡 听到这里 风哥整个人都愣住了 另一边 阿强正在村里的卫生间里 制造奥利给 外面的五个农民 对他是议论纷纷 韦琪正在翻看阿强的钱包 做饭的徐伯 让他和大壮 叫阿强出来吃饭 结果淘气的韦琪 却跟阿强开了个玩笑 他谎称警察 发现撞毁的汽车过来调查 阿强吓得一机灵 手里的钻石 不小心掉进了马桶里 外面的催促声越来越急 阿强情急之下 直接连同凹利给 一口吞进了嘴里 还没来得及恶心 灯泡突然开始不停地闪烁 阿强慢慢转过身 面前居然出现了一只阿飘 他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马桶被撞得稀烂 五个农民赶紧围了过去 这时候阿强的鼻子里 闪闪发光的东西 引起了徐伯的注意 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颗钻石 五个农民 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钻石 在看着奄奄一息的阿强 几个人不谋而合 产生了邪恶的念头 一颗钻石 徐伯就能买辆新衣的汽车 大壮就能给老婆买一枚钻戒 神神叨叨的二傻 也能娶到漂亮的媳妇 于是几个贪念上头的农民 把阿强搬到树林中 反正阿强是自己摔死的 他们只要把阿强扔在车祸现场 就算警察来了 也只会认为是车毁人亡 结果刚准备把阿强扔出去 阿强居然醒了 到为时已晚 他还是被扔下了山坡 而在挣扎间 阿强的假手指掉在了地上 这是一个细节 需要特别留意一下 等徐伯几人反应过来 意识到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是意外 而是故意杀人了 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赶紧把阿强的尸体找回来 韦妻觉得这样找太慢了 于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边说边往后退 结果还没等他说出来 脚下一滑 当场摔落山坡 其他人一看 不禁想说 这真的很大胆 第二天早上 丰哥几人根据定位 终于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 三人分别对五个农民进行排查 可他们都失口否认见过阿强 当风哥察觉到此处有些诡异 他在无意间 看见了屋子里的阿飘 吓了一跳 等再仔细一瞧 发现那只是幻觉 随后 风哥看着锅里煮熟的玉米 随手一翻 居然翻出来一只断枝 当然 最后 这也是幻觉 而库房的尾七 为了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给和尚和俊池 讲起了这里的灵异事件 和尚听得入神时 突然出现的俊池 把他吓得一机灵 赶紧跑去厕所解个手 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可他刚一走 墙上的山水画 突然变成窟窿画 掉了下来 俊池忍住害怕 拿起钉子 要把画重新盯上去 不料 一锤子惊醒了 被困在木板里的阿强 原来 昨天晚上 徐国等人 还是下去把阿强找了回来 眼看钉子越来越近 阿强发出了求救声 听到声音的俊池 以为是鬼叫 吓得他连忙去卫生间找和尚 他疯狂的敲打厕所的门 和尚的裤子 还没来得及提上去 厕所的墙直接炸开 和尚气急败坏 拉起俊池 用他手上的石膏 直接把钉子敲了进去 刚要打电话求助的阿强 再一次被送走了 风格让徐伯 带他四处转转 果然在林子里 又发现了阿飘的身影 风格拿出手枪 直接冲了上去 走到一棵大树下 发现两个写着经文的石头 他掏出手机拍下照片 结果一抬头 那只阿飘一个从天而降的吻 把风格带进了梦境中 风格重新回到小木屋 一个陌生大叔被绑在这里 很明显阿飘想告诉风格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风格刚想要持枪救人 结果就被阿飘给拍醒了 和尚告诉他 是徐伯将其从树下背回来的 这时候俊驰掏出手机 让风格看屠夫发来的恐吓视频 他的好兄弟正在忍受巨大的折磨 风格心机如焚 想要赶紧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结果只是洗了个脸 居然从兜里摸出了阿强的假手指 风格一下子明白过来 阿强一定就在这里 于是决定今晚就留在这里 深夜已至 两伙人却都心怀鬼胎 风格掏出假手指 和白天拍的经文照片 他断定这帮人 一定知道些什么 于是决定来一招借刀杀人 而对面的五人组 也正在开着巧会 徐伯觉得木板后面的尸体 很容易被发现 于是决定明天和二傻 将尸体搬到后山破屋 剩下的人托出风格他们 很快攻击打鸣 两个人各自开始了行动 什么叫做借刀杀人 风格让大壮帮他拿下枪 自己弯腰绑鞋带 然后顺便套上白手套 拿过手枪 直接打死了俊驰 这样枪上有了大壮的指纹 竟能以夺枪袭警之名 把他当场击毙 风格表示 自己只查三个数 威胁大壮说出阿强的下落 眼瞅着几人就要开口时 俊驰却突然站了起来 说道 空包弹太疼了 他实在受不了 本来一出好戏 就这么演砸了 而此番举动 大壮也慢慢露出了杀气 与此同时 徐伯跟二傻 已经把阿强的尸体 运到了后山木屋 可娃娃没想到 风格也盯上了这间木屋 而额头上插着钉子的阿强 居然在此时醒了过来 徐伯也是火酒剑 这人命怎么这么硬 二傻提议 要不直接埋了吧 阿强为了保命 只好把自己 有十颗钻石的事情 说了出来 一听到有十颗钻石 徐伯眼里放了光 再加上风格他们 马上就要进来了 徐伯赶紧和二傻 把阿强抬了回去 三人壮着胆子 走进木屋 结果那陈锋几十年的电话 突然响起了急切的铃声 三人还在考虑 谁去接听 突然那只阿飘 又一次出现在几人面前 吓得几人一路尖叫 疯狂地向山下跑去 他们之所以 边跑边脱掉衣服 是因为和尚 说衣服会遮住洋气 就在山下几人 因为在阿强身上 搜不到剩余的钻石苦恼时 风格几人 喊叫着冲了下来 危机时刻 伟奇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给阿强嘴里 塞上玉米绑上柱子 直接把阿强伪造成了稻草人 结果俊池下来没杀住 导致和尚手枪走火 正好打在了阿强的腿上 为了缓解尴尬 俊池居然逃出手机 拍了一张合照 随后在几人惊异的眼光中离开 此时 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这里 他是看到被阿强撞坏的公路护栏 过来调查的 对比户籍资料后 警察发现 这里的人数不对 其次又在脚下 发现了那枚 还有一丝温度的蛋壳 再看看正在流血的稻草人 警察似乎明白了什么 而那五个农民 也从此刻摊牌了 他们各自拿起了衬手的兵器 另一边的风格 已经决定离开这里 先不管阿强 回去救兄弟要紧 半路上 俊池向两人要联络方式 要把刚才拍下的照片 传给他们留纪念 风格抢过手机 放大照片一看 终于发现 那个稻草人是个真人 于是赶紧掉头回去 而那位敬业的警察 已经被乱刀砍死 并硬的阿强也趁机逃了出来 结果刚叫了声老天爷 就被一道闪电击中 看来老天爷也想看看 这个兄弟的命到底有多硬 三人赶紧冲了上去 扯开头套 嘴里的玉米都被绷成了爆米花 此时和尚在阿强的裤腿里 发现了一坨烧焦的奥利给 估计是刚才雷击太猛 阿强失禁了 同时里面的九颗钻石 也回到了风格的手里 三人想着 带着阿强的尸体赶紧离开 结果那五人组 突然带着抚越勾叉杀倒 眼看双拳难抵四手 骏尸赶紧捡起地上的枪 闭着眼睛一顿乱射 结果瞎猫碰到死耗子 击中了尾骑的大腿 这帮人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慌乱中 三人赶紧上车离开 可走了没一会儿 和尚发现不对劲 扭头质问同伴 你怎么没在开车 副驾驶位置上的风格一听 扭头望向主驾驶 只见一只阿强 抬起手 正在与他打招呼 出去的瞬间 风格再一次被阿强 带到了梦境中 这一次终于解开了 后山木屋的神秘面纱 这里原本住着一对妇女 这一天 徐伯几人的到来 打破了这份宁静 徐伯本是女孩父亲的好友 不过这一次 是和几个逃狱出来的重刑犯 来避难的 父亲赶紧告诉女儿 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一句话都不要相信 并且让女儿明天一早 就赶紧下山 不要再回来 但是当晚徐伯不顾朋友关系 直接翻脸 几人合力将这父女二人 残忍杀害 而阿飘就是农夫的女儿 他想让风格帮自己报仇 不过在这之前 但先让风格清醒过来 因为侧翻的汽车已经着火 就这样 三人成功爬出汽车 这时 他们想到了阿强 本来阿强没什么事 结果在拖动时 裤子沾上了汽油 三个人为了灭火 只能采用周式灭火法 各种猛踹进行灭火 在三人的不懈努力下 我终于灭了 而阿强竟然也奇迹般的 醒了过来 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现在的阿强 只想让风格给他来个痛快的 风格于心不忍 可手枪却很下了心 在火焰的炙烤下 连续四枪 枪枪击中要害 这个男人终于结束了 他倒霉的一生 而阿强的死 也彻底点燃了风格的斗志 他决定 把那几个罪恶之徒 绳之以法 于是三人分开行动 和尚对战会请神的二傻子 好家伙 二傻子一会儿变成三太子 一会儿化身孙悟空 和尚也是陷入了苦战 俊池背着阿强的尸体 遇到了赵哥夫妇 然而当壮嫂看见俊池 交给大壮的钻石 在贪念的驱使下 他居然把手枪 对准了自己的丈夫 结果就在壮嫂抠动扳机时 手枪居然炸糖了 大壮壮嫂同时隐恨西北 和尚这边经过一番乱动 最终也是用一张霸王举顶 送二傻子下了线 伪奇趁着众人混战 想着偷走徐伯的那颗钻石 结果被徐伯当场抓获 最后只留下了一声惨叫 丰哥知道 秦贼先秦王的道理 于是他利用钻石 将徐伯引到树林 设下陷阱 徐伯不备 正中陷阱 脚背不属气 夹住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 阿飘从徐伯身后出现 亲自了结了他的生命 影片最后 丰哥回到城里 准备去救自己的兄弟 没曾想 帮派发生激烈内斗 等丰哥赶到现场时 帮派所有人都挂了 其中也包括屠夫 结束了片名鬼扯 一部上映于 2022年的喜剧恐怖电影 虽然这部电影 是翻拍自韩国的 十十两公里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有点超越原版的意思 鬼扯相对于原版的生硬 加入了更多的兄弟情 从而让人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十分建议大家 看一下原片 喜欢怕拉猫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 关注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